Hello 大家好 我是薛小主 今天呢 咱们来试一下这个 传说中的网红爆脂大刀肉 先来看个视频 其实一直以来呢 在我的印象里哈 这个普通的大刀肉呢 本身脂水就已经挺丰盛的了 但是像视频里脂水那么多 甚至能爆汁哈 难道会更好吃吗 哈哈 这一袋呢是260块 也就算半斤吧 花了9块9毛钱 感觉好像不是很贵哈 这么一大袋呢 但是呢 我在楼下车市买了一袋普通大刀肉 特数是一样的 才花了4块5毛钱 而且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 有的比这个还有更便宜的 我现在这么一细琢磨啊 这还真的不便宜了 行吧 今天咱们就来对比来试一下哈 看看这个爆汁大刀肉 有什么过人之处 咱先来尝一个普通的大刀肉啊 打个底 哇 油滋滋的 还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啊 很好吃 我也不多形容了 这个味儿 因为大家很熟悉吧 在我的心里哈 这个大刀肉就跟胃龙辣条地位一样吧 是很上瘾的一个东西 OK 爆汁大刀肉哈 来看看它怎么的爆汁法 像视频里一样哈 捏一下 看看会不会 猥出来 哦 有吗 哦 哎呦 有油吗 哎呦 我都捏扁了 这才出来 哎呦 还捏不动了 这个油吧 确实是能捏出来啊 但是呢 我已经捏到了底 很吃力的 给它捏出这么些 行吧 来来尝尝啊 哎哎 我先打开一个吧 这个捏过了已经 打到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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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一口咬下去真的 哇 油水真的很多 嗯 满嘴啊 牙縫片 满嘴都是油 确实真的会爆炸啊 啊 不过 这个油多了 好像也没有吃着说它特别香了呀 就怎么样了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这块就没有那么丰富的油水了 就我刚刚挤的这一块哈 油水也没有刚吃的第一块 油水多 那好像就是改上了 这个还是分块的 不一定哪个里边油多 哪个里边有少 哈哈哈 行吧 为了能更直观的看出来啊 咱们每一个都打开几个 然后同时来捏一下 对比看看 这个包汁的到底汁多不多哈 我发现不光油量不均匀啊 这块大块小也不一样 看看这差了多少呀 呵呵 好不正规啊感觉 啊 看我买的这四块五的这个 这就很均匀嘛 个头都一模一样的 呵呵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油 哈哈 我的天哪 这差距也太明显了吧 不用的力气可是一样的啊 这样整体来对比 肯定是比较公平吧 来给你们看看这个油 这个普通的这边油好多 这边有一点点 呵 虽然这个包汁大刀肉啊 个别的吃起来 油确实很多的 但是哈 有的甚至比这普通的油还要少 这么整体对比一看都很明显了 至于口味上呢 这个普通的便宜的这个 有点像味龙辣条的味儿 然后这个包汁大刀肉呢 偏甜一点 然后辣味要弱一些 其实整体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呵 总而来说呢 这个网红包汁大刀肉呢 能卖出比普通贵一倍多的价格哈 以我这么亲身体验下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应该就在噱头上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了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啊 也可以继续给我推荐 喜欢我视频的话 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啊 拜拜